嗨 大家好 我是星鱼 瓜岛战役打响后不久 日军大本营沉醉于萨沃岛海战之中 三川军衣痛打美军的战绩 海军信誓旦旦想着重夺瓜岛 于是把战事的交接棒交给了日本陆军 1942年8月18日 第一波被派去夺回瓜岛的部队 伊牧支队出发了 五年前正是这个伊牧指挥的部队 在卢沟桥附近参与挑起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 登陆瓜岛的这支仙遣队一共916人 刚踏上瓜岛的土地没几天 就朝着美国海军陆战医师 一万人构建的阵地冲了上去 结果毫无悬念 自指挥官伊牧青植往下 全军覆没 除有125人留守外 近800名士兵参与了进攻 阵亡777人 送人头率 不不不 阵亡率高达98% 而美军仅阵亡35人 伤75人 800名轻步兵 对一个有火炮机枪 甚至坦克支援的一万多名士兵 发起白刃战冲锋 真以为自己个个都是超级赛亚人吗 在很多军民眼中 这是二战史上最著名的笑话之一 然而 我们也需要冷静下来看这个问题 日本陆军当然盲目又自大 但是和他们的海军同僚一样 到底是在中国战场 和瓜岛之前的东南亚战场上 打了很多年仗了 考试合格不了 也不至于零分 负分是不是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 我们就将从日军视角 为大家好好盘盘 当时自称横扫东南亚的日本陆军 是如何一步一步千里送人头的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本系列视频 别忘了点赞三连哦 谢谢大家 一目阵亡支队全军覆没的时间是1942年8月21日 这里美军登陆瓜岛和突拉基岛整整过了两周的时间 8月7日上午 美军登陆了突拉基岛和瓜岛 随即两岛与大本营和驻扎在拉鲍尔的第八舰队失联 第八舰队随即向负责这个地区陆地战事的日本陆军第17军发送了战报 敌人以下列兵力登陆了瓜岛和突拉基岛 随后17军的军官们很快就通过30至40艘运输船 判断出来美军的登陆部队大概是一个陆战队失 规模至少有一万人以上 于是就和海军表达了意见 这事你们找我们没有用 你们得往你们海军的上级报 透过大本营海军部与陆军沟通 为什么呢 首先所罗门群岛不归陆军防御 不是17军的任务范围 哪里是你们海军要兵支援 我就能调给你们的 另外我们也没有多余的兵力 我给你们数数 南海支队当前的任务是从新几内亚陆省进攻墨尔兹比港 这个任务你们海军比我们熟 主要就是因为你们在珊瑚海半途而废 所以才劳烦我们陆军过来施以援手 接下来清夜支队步兵第41连队 正在菲律宾达沃修整 担当墨尔兹比港作战的预备队 所以你们也别想了 最后一个穿口支队 他目前在帕劳修整 未来有可能是进攻新几内亚岛东部的部队 其他就只有小编制 军所属的炮兵和装甲兵了 这也不可能给你们 所以你们海军赶快联系大本营 和我们说没用 日本陆军支队这个编制是一个很特别的编制 是日军根据实战的需要 临时从常规的像师团旅团这些编制中 抽调部分部队组成的一个临时战术单位 然后一般是用指挥官的名字直接来命名 因为是面对具体战役环境临时组建的 所以支队这个编制 从人数到武器装备就没个定数 这里的南海支队 青叶支队 穿口支队 基本上都是三四千人规模的部队 于是海军没办法 只能透过大本营开始请求支援 随后就发生了 我反复拿出来说的这件事 就是前线战报送到大本营陆军 作战客的参谋两眼一摸黑 哈 瓜达尔卡什么岛 这是在哪里 还有一拨人是知道瓜岛在哪里 但根本不知道原来海军还派了人上这个岛 这拨人居然还在那修了机场 而且快修好了 转手送美国人了 海军啊 真有你们的 这里呢 我还需要再补充一条信息 就是海军瞒着的消息 可不止这个事 大家记得我们在中途岛系列最后一期说的吗 日本海军就中途岛战败这个事儿 对日本陆军也是部分有隐瞒的 中层和基层军官 那你别想了 得到的信息是 中途岛海军打赢了 美军又又又全军覆没了 而陆军高层 虽然知道海军在中途岛打了个败仗 但是这场败仗对海军有多么伤筋动骨 有多么不可恢复 他们是搞不清楚的 这个事情影响到瓜岛战役这里 造就了陆军一开始的一个巨大战略误判 美军的登陆行动是一次武装侦察 或者说是一次打了就要跑的试探 那为什么海军对中途岛的支支乌 会造就陆军对瓜岛行动的误判呢 我来给大家仔细盘盘内在的逻辑 日本陆军原本认为美军反攻的日期 最早是在1943年中旬以后 这个判断我们今天看会觉得很离谱 但在当时看来是很有可能 我们之前的节目中反复介绍过 美军的全球战略是先欧后亚 关于是否要在1942年在太平洋上发动反攻 是有一次激烈的讨论的 日本人当然不可能知道美军高层那边在讨论什么 但是日本人可以侦察呀 他在欧洲还有盟友呢 日本通过对太平洋沿岸和夏威夷的侦察 以及从德意那边得到的情报 明显发现美军是率先在欧洲投入了更多的力量 那么眼下美军直接在两头同时反攻的可能性的确不高 接下来问题来了 中途岛战役 在美军或者今天的我们眼里 这是一场打破实力平衡的大胜 因此美军决定抓住这个战机开始反攻 可是在日本陆军高层眼里 中途岛是失败了 但是美军也有损失 尤其是我们原来介绍过中途岛刚刚战败 御人就和永远修身说 海军要在未来继续保持进攻态势 永远修身频频点头 这说明海军仍具进攻能力 美军暂时占不着便宜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登陆了所罗门群岛 那你会觉得这是大反攻的序曲吗 你自然会倾向这是一次试探了 甚至会觉得美军这胆子有点大 战机在自己这里对不对 因此我今天的这个整理 其实是帮传统的日军误判了美军的战略意图 这样的观点做了个补充 误判是如何形成的 其实原本关于美军反攻战略的判断上 日军的研判不算有严重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是海陆军的沟通不畅 外加离中途岛战败的时间也不长 日军没有快速的抓住战局的变化 没有敏锐的捕捉到中途岛战役 已经完全重塑了实力平衡 更没有结合这种变化调整其战略部署 最终没有及时更新的研判 就变成了战略误判 再接下来一步错不步错 带着这样的战略误判 陆军当时就只做了很有限的部署调整 首先是把所罗门群岛的战士 纳入了石器军的管辖和指挥范围 另外又调了一个支队编入石器军 这就是本来为登陆中途岛而组建的伊牧支队 这个支队仅有大约2400人 中途岛海战惨败后 他们就一直在关岛挂机 是时候要发挥些价值了 接下来时间到了8月9日至10日 首先是三川军医送来了史无前例的捷报 两天的空袭加海上突袭 日方共击成了盟军各型巡洋舰8艘 驱逐舰6艘 敌军溃不成军 原本大家还有点怀疑 这真的假的呀 可是10号从白天飞底刮岛上空的陆弓飞机上得知 刮岛和图拉吉岛 原本盟军舰队的博地已不见舰队的身影了 在刮岛上也只能看见大约300人在机场附近活动 那么看上去敌军确实是受到了巨大损失 已经溃退了 当时联合舰队参谋长宇元禅的判断就是 敌军100%是撤退了 岛上剩余的美军成了孤军 舰队溃败 他们一定是士气低落 一触即溃的 日本陆军于是认为机会来了 接下来的任务 感觉小学生都能想出来简直太简单了 在海军的配合下让一只静旅登陆 一举夺回瓜岛不就好了吗 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我派什么部队去 派多少人去 这得估计一下岛上美军的数量 日本陆军的判断最乐观估计2000人 之前不是说预估1万人吗 怎么现在变成2000人了呢 这是因为最开始海陆军都是根据舰队规模 尤其是运输船的数量 算出来美军行动大概是一个陆战队师 有1万至1.5万人 这没什么问题 可是美军是7号开始登陆 10号已经没影了 也就是说给他们登陆卸货的时间 满打满算 也就是7、8、9、3天 日军根据自己运输船卸货和登陆的速度测算 这三天是绝对不可能把一个陆战师的部队和积阳 全部送上一个连像样码头都没有的岛屿的 所以最终伤岸人数一定远低于1.5万人 要做个大减法 并且这三天 海军的航空力量和舰队还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这个过程也会干扰卸货的速度 因此再做个减法 10号美军舰队人影都没了 一定是仓皇撤退 撤退的过程中肯定还得带一些部队走吧 所以要再做个减法 三个减法一做2000人 当然陆军也有谨慎的军官 预估最坏最坏的情况是1万人 不过呢不太可能 而且他们已经是崩溃状态了 小case 菲律宾迈克阿瑟 那么多人不都被陆军打败了吗 搞他 瓜岛战役第一份成文的作战计划出炉了 在此之前 航空队的空袭也好 三川的突击也好 全都是前线指挥官直接的调度 他并不是出自于任何一个自上而下的作战计划的 关于索罗门群岛夺回作战的海陆军协定确定 这个作战后来也被称为喀号作战 就是日语假名卡几枯开扣的那个喀 作战要领分成三步 一是按既定计划迅速实行攻占摩尔兹比港的作战 二是以可以迅速出发的十七军一步 协同海军揭灭瓜岛上的敌军夺回该岛 尤其是机场 三在上述各项作战期间或攻占其要地之后 开始新几内亚岛东部的作战 也就是攻占摩尔兹比港以东地区的作战 我给大家一点时间仔细看一下这个作战要领 大家说是不是有点偏题了 你说这是瓜岛作战 或者说索罗门群岛夺回作战的作战要领吗 我怎么越看越觉得是新几内亚作战的作战要领呢 这个逐渐发展成美日战略决战规模的战役 在一开始的规划中是要和新几内亚的战事同时进行的 并且这个计划里面提到新几内亚岛的地名还要多于瓜岛 这非常明显的表现出 大本营此刻根本没有意识到索罗门群岛方向事态的严重性 接下来我们要站在刚刚拿到命令的十七军司令长官的角度 为瓜岛战役的陆上战斗做第一个足够改写战局的决策 大本营的作战命令是保证摩尔兹比港的行动 因此原本计划参与摩尔兹比港行动的部队就不能动 可以空出来并且迅速出发的十七军一部 也就是刚刚调配过来的伊牧支队和当前没有任务的川口支队 伊牧支队作战力量大约2400多人 在一切顺利的情况下 他们能在8月20日全部登陆 川口支队当时有大约3500人 同样是顺利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在8月28日完成登陆 岛上海军的守备力量包括警备部队240人 和修机场的射营队2700多人 不过当下和他们处于失联状态还剩下多少人不知道了 另外海军还有一支特别陆战队600至800人 可以立马动身参与未来的行动 那么现在就有三个部署方法摆在大家面前 A.以最晚可以完成登陆的川口支队为基准 确定所有海陆军兵力的登陆时间 8月28日左右将伊牧支队 川口支队和海军特别陆战队送上刮岛发动进攻 这样做可以聚集更多的兵力 发动的反击规模和强度当然会更强 可是这样看无疑是会延误战机 美军有可能用这段时间把机场修好了 那就很头疼了 退一步说 美军也有可能随时撤离 这样怎么做到巨尖残敌呢 第二个选择 让能够更早登陆的伊牧支队先行登陆 但登陆后只执行侦察任务 尝试与海军驻守力量取得联系 等川口支队全部登陆后再和兵一处发动攻击 C.是17军参谋长二舰的建议 伊牧支队先行登陆和上调一样 但不必等待川口支队全部登陆 立即开展岛屿夺回作战 目标是控制机场 如果行动不顺利 再等川口支队登陆后 彻底扫清残敌 指挥官们 参谋们 你会选择A B 还是C呢 我才熟悉之后历史的朋友肯定会想说 这选什么选 毁灭吧 选来选去 也就是这点兵 哪怕真的一起冲上去 结果估计也都差不多 这其中B选项是17军最初草拟的一个计划 可是日军最终的选择却是C 别忘了在此刻日军的眼里刮到现在岛上的美军可是兵力稀少 士气低落 一触即溃啊 而这三个方案中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C毫无疑问是最早能够进行攻击并控制机场的方案 接下来C计划行将执行的时候又出了幺蛾子 制定这个登陆作战细则的日期是在8月13日 按照C计划 哪怕一目支队先登陆发动反击 那也要8月20日了 还得快一周的时间 陆军觉得这个方案还是太慢了 是什么制约了进攻的速度呢 主要因为负责运输一目支队的老式陆军运输船 航速就只有8点5节 海归游的都比这快 17军于是找到了驻扎在特鲁克的海军 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再快一点能上得了瓜岛呢 海军于是说 我们现在倒是有几艘比较空的驱逐舰 他们跑得很快 可以把登陆日期再提前两天 但是他们撑死只能够装900人 漂亮 太好了 妙计啊 你们海军这回终于帮大忙了 我们可以把一目支队拆成两拨啊 一拨先前队900多人先登陆 即刻开始行动 如果不顺利再等剩下支队主力 如果还不顺利再等穿口支队 17军于是最后定下的方案是D 把一目支队又给拆成了两拨 916人先登陆 剩下来的人按照原计划 说实话 陆军马路们 我还能再想一个方案 你们问海军要一架一式陆工 除了飞行员以外 机组人员全换陆军士兵 机舱里面也可以多塞一点人 你们就开到瓜岛附近海域迫降 然后游上去行吧 这样我帮你5到6小时以后 就可以登陆瓜岛了 溜不溜 其实这同一天 两艘日本潜艇对瓜岛进行了有效的侦查 报告称岛上美军的兵力似乎非常强大 他们有水陆两栖坦克 野战炮炮兵阵地 也有高射炮和机枪的存在 真的是应有尽有 这是世界低落的孤军的感觉吗 可是来自潜水艇的侦查报告 并未得到重视 而这有可能是整个行动中 日军得到最重要且最准确的情报了 得到命令的伊牧支队指挥官伊牧清职 此刻非常兴奋 他的士兵其实在此之前 并没有和美国人作战过 但是却迷之自信 一名上等兵雄林竹雄回忆到 我们都认为美国兵差劲的要命 而且没有军人精神 所以有我们这些人就足够了 丝毫没有对部队缺乏实力表现出什么顾虑 说实话 我觉得这个上等兵能活下来也是够幸运的 据说他是因为美军炮火 炸倒了一棵树 刚好挡在他面前 自己又失去了意识 才有幸活了下来 在东南亚作战中扮演重要角色的 大本营陆军部作战班长 石正信 根据南洋作战的经验 这样描述美国士兵 他们的表现比中国士兵差 这样的懦夫 就算有坦克和飞机 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这句话信息量是真的很大 只不过日军依旧不敌 他们瞧不上的美国人 而真正完全证实这句话 还得等到八年之后的朝鲜战场 我们也从这些记录中 看出日军当时是有多么的轻敌 8月14日 一目支队约2400人中的916人 搭乘6艘驱逐舰准备出发 他们的登陆地点 选在了刮岛机场 东侧30公里的泰五角 而第一批能够登陆的海军部队 横须鹤海军第五特别陆战队 则会在机场西侧登陆 日本人这是要演绎战争艺术 企图夹击美军吗 请大家把可拉岛吧 打在公平上 海军部队在西侧登陆是因为 他们的舰艇已经和驻岛部队取得了联系 并且了解到他们在机场西侧建立了哨所 现在是食品和补给极度短缺 所以海军是选择了与自己的驻岛部队会合 并且通过这次登陆送一些补给上去 而这个哨所的信息陆军起初就不知道 另外陆军认为整个机场西侧的地形 不适合发动进攻作战 所以根本就没考虑过要在机场西侧登陆 我们需要补充一下 就是此刻无论是一目先遣队 还是一目支队后续的第二梯子登陆部队 他们领到的任务并不是要去全歼岛上的美军 而是优先控制机场 8月14日 这个作战命令由17军的松本参谋交给一目清职 战后松本参谋就有这样一段回忆是说 考虑到敌人有可能比预估的强 最坏的情况是有一万人 所以特别和一目强调了迂回和突然袭击的重要性 并且军部还强调了 如果飞机场占领失败 可以占领附近地区干扰敌人使用飞机场 一目表示收到 你们就等着好消息吧 8月16日早上5点 一目先遣队出发了 因为是驱逐舰运载的显然没办法搭载大量的武器装备和机 这916人仅仅装备了36艇轻机枪 8艇重机枪 24具制弹筒和两门步兵炮 每人250发子弹 7天的口粮 时间来到8月17日早上10点30分 先遣队穿越赤道 同时传来了一个传闻 是日本驻苏联武官说的 美军的目的就是要破坏机场 而现在美军正在极力从瓜岛脱身 这则消息我始终是觉得比较诡异的 首先你说日本驻苏联武官 是怎么知道美军的行动目的的 美军会把太平洋战事的情况告知苏联吗 还能被你日本的武官打听到 第二是这个事情在很多可信度很高的材料上有记录 但据我收集到的版本记录都相当含糊 比如曾经身居要职的福布卓四郎所驻 大东亚战争全史中就有提到 然而就是这么一句话 驻苏武官通报说怎么怎么样 我就奇怪了 那你说是哪一个驻苏武官呢 你不说具体 我就越看越觉得这像个谣言对吧 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个松本参谋 战后就回忆说 不记得有什么驻苏武官的消息了 所以把我是本着 对视频内容负责的态度尽力去查证了 但是也就是查到这一步 总觉得还是很蹊跷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补充相关的信息 那我们现在不管这个信息渠道的问题 反正确实这个事情是有所影响的 当时还在海上的衣木和支队的士兵 听到这个事情就觉得得赶快行动了 不然美军就要跑了 8月18日晚上11点 衣木支队开始了登陆 900多人轻步兵 很快便在凌晨完成了登陆 而且不是因为担心美军会跑吗 马不停蹄 留下了大约100人驻守登陆地 剩下800人开始了西境 到19日凌晨4点半 已经向西挺进了大约15公里 8点半左右一幕向前派出了一支38人的小队 靠近机场并建立前线联络点 可是12时左右 他们意外地遭遇了美军部队的伏击 仅有5人生还撤了回来 战斗规模很小 但引出来的问题一大堆 这时候李治的指挥官就应该立刻停下来反思 总结一下了 我以为至少要思考这么几件事 第一 这个地方离飞机场不近了 怎么会有美军在这射服呢 第二 十七军长官在自己临行前曾经特地强调过突然袭击的重要性 那在这次遭遇之前 一幕还可以完全自我安慰说说美军不知道他已经登陆了 这回一遭遇 美军不是必然知道你登陆了吗 你们都是日本陆军啊 穿的制服和之前海军士兵或者修机场的劳工是不一样的 美军现在突然遭遇了三十几个陆军的大头兵 这难道判断不出来是登陆上来的吗 第三 从先前对阵亡的士兵那里美军有没有可能获得一些重要信息呢 比如说这些士兵所携带的地图有没有可能暴露我们部队的位置 登陆点的位置 我们计划行进的路线 是吧 这多基础的问题呢 可是看最后的行动似乎这些丝毫没有影响到一幕的决策 后来一幕就挂了嘛 所以我们不知道具体是哪种情况 究竟是因为无脑 啥也没想 还是因为考虑了但是觉得无所谓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一幕控制机场的计划 是沿海岸线推进度过伊鲁河 随后转向西南进而控制机场 这里通过NHK曾经拍摄的相关纪录片 我们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当地的地形 现在这个航拍的视角是刮岛北部的海岸 随后现在展示的这个河口 就是伊鲁河的河口 再转向西南就可以看到机场的方向了 但是视频里的这个机场已经是经过改造 可以起飞喷气式飞机的跑道了 所以要长很多 那么二战时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这个机场 距离河道的距离要比这个视频里面显示的长一些 最后一步攻击战术 一幕轻直 他选择了日军最擅长的白刃战的战法 日本陆军毫无疑问是二战所有参战国中最沉迷白刃战 也就是冲上去拼刺刀的国家 在日俄战争中 这套战术吃到甜头以后 日本陆军就开始欲罢不能 而且陆军士兵用的这个射程远 又特别利于近战的三八大概 从1907年日俄战争刚结束 就一直用到了二战时期 可是呢 你还别笑话日本人 就事实证明 这个战法在太平洋战争前期 这种丛林战和夜战中是有效的 日军当然知道 美军也好 英军也好 装备都比他们好 还好很多 但是丛林之中 夜色之中 军队没有办法做到有效侦查 重火力可能根本来不及反应 一方士兵就已经冲进另一方阵地里了 这个时候任你有装备的优势 又能怎么样呢 你又不可能让火炮机枪攻击阵地 误伤友军 所以这招看上去真的是蠢爆了 无脑爆了 但却在战争前期被日本陆军视为通关密集 然而说到底还是需要形成突然袭击 不然毫无疑问 绝对是送死 随后 天色渐暗 一目之队 箭在弦上 我们一起进入最后的战斗 21日凌晨 一枚弹绿色的照明弹从东岸发射 100多名士兵大喊着万岁 然后向前冲 可是等待着他们的 是核对岸 从步枪到轻击枪到重击枪到速射炮的密集火力 冲击对不少士兵不容易冲到沙洲的尽头 前面还有一排噩梦般横更在前方的铁丝网 于是不容易冲上去的日军 又开始冒着密集的火力捡起来铁丝网了 再之后实在是捡不下去 只能让一些士兵倒在铁丝网上 让之后的士兵踩着自己冲上去 最后只有几名日本士兵冲进了美军阵地 很快就被消灭了 一目不愿意放弃 继续命令下一个小队冲锋 随后呼叫自己的机枪和制弹筒 向美军侧地火力压制 但这反然是遭到了美军更强火力的反击 同时南部 一目也组织了一支力量 射水突袭 水深大概是淹到一个人胸口的位置 这些部队本来射水就已经举步维艰了 还要顶着美军的火力寸步难行 一批批被击毙在河水中 沙洲的第二波斯进攻和南部战斗进行时 日军的指挥官就有所动摇 他们发现美军这好像是有所准备啊 建议一目赶快撤退 可是一目这时候他居然拒绝了 也许是想起了17军上级给他的方法 除了突然袭击之外 还有一招叫迂回攻击 可是南部现在打成这种样子 看样子也没办法迂回了 一目想到那就往北迂回 向海里迂回 他派出了自己最精锐的一小队 向前海机动 试图绕过沙洲的防线 进攻美军 可是没想到当他们射水前行 游啊游游到北面 等待着他们的依旧是美军密集的炮击和机枪火力 最后一支进攻力量也全军覆没 一目此刻已经陷入崩溃 下令撤退 登陆之前的豪情壮志似乎不复存在 向后撤退了200多米 可是天一亮 他们发现被包围了 南部遭遇了美军的封堵 东北部不少士兵绝望的划着木筏企图逃跑 可是天上居然飞来了美国人的飞机 一波扫射带他们回家 北部美军坦克赶来追击了 是什么 还有坦克 绝望的一幕烧毁了军旗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的残部除了24人突出重围 与125名留守的日军会合之外 尽数被歼灭 最终确定阵亡日军的数量为777人 美军阵亡35人 伤75人 战斗结束 讲到这里 我已经是事无巨细的 为大家分享完了整场战斗的过程 大家说值不值得你手中的一个三连呢 最后我们来从日军视角总结一下 他们惨败的原因 首先是我们今天特地为大家介绍的大背景 海陆军沟通不畅 导致了陆军并不了解海军实力的变化 对美军的行动做了战略误判 千里送人头 于是始于足下了 接下来一个因素 侦查不足 海陆军从各种渠道 始终没有得到足够准确的情报 唯一一个有价值的潜艇带来的情报 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这是失败的第二步 再往后 基于有限的情报 大本营没有谨慎行事 反而为了所谓的战机 仓促很不重视的出台了一个作战计划 这是通向失败的第三步 失败的第四步 作战计划仓促盲目还不够 17军依然没有谨慎行事 选择了一个最冒进的部署方案 最后 17军的计划 其实也还有后手 就是如果不顺利 大可以退兵带员 但是上了岛的衣幕 像是找到了舞台 解放天性了 被美军伏击无所谓 几个波次攻击无果 继续送 鲁莽至极 当然这一切和美军这里 尤其是范德格里夫特 在海军萨沃岛惨败之后的 修整和部署是离不开的 我们将在下期视频为大家详解 这里最后为大家补充两个 日本陆军宏观战局上的背景 就是大家会不会有这样一个疑问 纵使日本陆军没有准确的情报 又极度轻敌 那怎么调兵潜将 也就调过来一个2400人的部队呢 而且哪怕是17军 本身规模也不大 所以最后再为大家补充一下 日军在整个外南洋方向 兵力都不足的原因 17军原本最主要的任务 就是南下莫尔兹比港 可是新几内亚岛不但地形和环境复杂 多山多雨林 而且日本人对其中具体的环境 道路 美奥联军的情况都不是很了解 整个作战只是基于有限的文献资料 和海军拍摄的照片在计划着 因此不太可能 一开始就在远离本土的地方 编一个规模很大的部队 另外陆军还有两个大规模的部署调整 虽然最后这两个计划都没有实施 但那是战局恶化以后的事情了 1942年中旬 两个计划都在推进之中 第一个计划叫革新军容 日本确定要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 从本土中国战场和我国的东北地区 都抽掉了大量的兵力用以进攻 到了1942年中旬 初期作战目标基本就完成了 南方的陆军在战略上于是转变为首势 可是现在大量的精锐部队都散布在南方各地 导致中国战场以及维满洲国和苏联交界的陆上边界疏于防御 长期来看这是不稳妥的 另外大家都懂 哪里都防等于哪里都没防 部队分散在不同地方 彼此距离遥远又孤立 这样是不利于部队机动增援部署的 所以一定要将其中一部分精锐调出来整边 才可以在必要时机机动部署及时支援 这个我相信很多战争游戏玩家是很熟悉的 打的时候用精锐打完了以后得换卫戍部队精锐得调走 用陆军自己的话就叫要摆出一个辟匿八方的态势 具体部署东条英基和参谋总长珊珊元 在一次上奏中做了解释 于是敬畏第二第四第五师团预备调回国内 第三十三师团等部预备调往中国战场 第六十六师团等部预备调往维满洲国 大家看看这个番号这都是精锐啊 第二个计划其实听上去有点魔幻 就是1942年全面进攻重庆的计划 整个计划是大本营自1942年春季便开始研究讨论的一个叫五号作战 具体的想法是 在东南亚和太平洋方向的作战目标基本达成以后 陆军要聚集相当的兵力攻占我国四川省 迫使重庆政府投降 为此是准备了16个师团 16个师团担当进攻先锋 那整个中国战场预计要投入总计100万的部队参与整个行动 9月3日参谋总长下达了五号作战准备纲要 肯定有朋友想说 这两个因太平洋战局恶化而最终取消的部署调整 有实际影响吗 当然了 因为我们以后世的视角来看 是因为瓜岛战役逐渐升级 战局恶化 两个计划最终流产 可是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历史当口 尤其是美军才登陆的时候 这就反过来了 你咋知道未来瓜岛会打成战略决战呢 你只看得到自己这两个动辄调配几十万部队的计划 那自然会在战略上分散兵力 更会分散大本营对所罗门群岛地区的注意力 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喜欢别忘了一键三连加关注 我们瓜岛战役第六期亨德森机场与东所罗门海战再见